在你今前再不拖延 愿拜脱救我的污蔑弱点 自知拖欠遥动了信念 望你诗音宽恕改变 在你今前献出忠誠 愿将你导人的方向迎清 用心倾听重拾我使命 愿与基督心意和应 在你今前再不拖延 愿拜脱救我的污蔑弱点 自知拖欠遥动了信念 望你诗音宽恕改变 在你今前献出忠誠 愿将你导人的方向迎清 用心倾听重拾我使命 愿与基督心意和应 在你今前再不拖延 愿拜脱救我的污蔑弱点 自知拖欠遥动了信念 望你诗音宽恕改变 在你今前献出忠誠 愿将你导人的方向迎清 用心倾听重拾我使命 愿与基督心意和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19篇121-128节 我行过公平和公义 求你不要撇下我被欺压我的人 求你为仆人作保 使我得好处 不容骄傲人欺压我 我因盼望你的救恩 和你公义的话 眼睛失明 求你照你的慈爱代仆人 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误性 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这个是耶和华降伐的时候 因人废了你的律法 所以我爱你的命令 胜于金子 更胜于精金 你一切的分辞 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 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诗篇119篇 讲述和称借上帝的话 命令和分界 指导人以靠上帝的典章生活 今日的经文 诗人指出 在一切无理的欺压中 在一切无理的欺压中 让我们认定 并重赞上帝的救恩 和公义的话 赞美上帝正直的分辞 盛于正直的命令 优优独播剧场 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二节 至十六章四十二节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若有国家犯罪背叛我 我必伸手断绝他们的良缘 使饥荒遍地 毁灭人和伸畜 即使罗亚 但以理同约八三个人在那里 他们亦都只能够因异恨 而自己得救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倘若我使万寿在那里还恨 示弱 以至那里荒凉 人中绝职 纵然这三个异人在那里 我凭我的永恒起誓 他们亦都不能够救自己的疑虑 只能自己得救 那里却要荒凉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倘若我使刀剑临到那里 毁灭人和伸畜 纵然这三个异人在那里 我凭我的永恒起誓 他们亦都不能够救自己的疑虑 只能自己得救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倘若我叫瘟疫在那里示弱 发烈露毁灭那里的人和伸畜 纵然罗亚 但以理同约八在那里 我凭我的永恒起誓 他们亦都不能够救自己的疑虑 只能因疑恨而自己得救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说 我要将战祸 饥荒 满兽和瘟疫 这四大刑罚降在耶路撒冷 毁灭人和伸畜 然而其中仍有幸免的人 带着儿女逃出来 他们会逃到你们一处 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会对我在耶路撒冷所降的一切灾难感到恩惠 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知道我不是无缘无故的 惩罚耶路撒冷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呀 葡萄木比临终其他木材更好吗 葡萄木有什么用呢 能够用来制造挂钩挂东西吗 它只能够用来当柴烧 如果火已经烧了它的两头 中间也都烧黑了 它还有什么用呢 它完好无损的时候 尚且不能够用来制造工具 被火烧后 起不更无用了吗 所以主耶和华说 我怎样将林中的葡萄树 雕在火中当柴烧 也必照样雕弃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严情他们 他们纵然火里逃生 仍要被火烧灭 我严情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他们的土地方良 因为他们对我不忠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呀 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的可真行径 你要告诉他 主耶和华这样对他说 你祖居嘉南 生于嘉南 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 母亲是客人 你出生时 没有人剪断你的池带 没有人用水洗你的身体 用盐拆净你 用布包裹你 没有人可怜你 同情你 为你做以上的事 你身下来就租人厌户 被丢在野外 我从你旁边经过 见你在血泊中挣扎 就对血泊中的你说 活下去 我使你好像田间的植物一样 壮绝生长 你漸漸发育成熟 长得亭亭欲辣 相予丰满 瘦发垂肩 但仍然赤身露体 后来我又从你旁边经过 正见你正直少女怀春 我就用衣襟遮臂你的身体 向你起誓 与你定下分约 你就属于我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用水洗净你身上的污胃 给你涂上轻香的油 穿上感受的衣裳 和海狗皮的鞋 披上细麻衣 和丝绸外婆 我用手饰来装扮你 给你戴上手续 行链 臂环 耳环 和华冠 这样 你戴的是金银手饰 穿的是凌挪绸缎 食的是细面粉 蜂蜜和油 你变得美艳绝伦 晉升为皇后 你的美貌明扬四方 因为我给你的华贵 使你美貌无比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却像着自己的美貌和明星 重情淫乱 和所有过路的人糾合 你用自己的衣服 在拜偶像的地方结彩 在那里行淫 这样的事真是空前绝后 你用我给你的金银手饰 为自己制造男人的像 和他们糾合 你给他们穿上感受衣服 将我给你的高油和香料 供奉他们 你将我赐你食的细面粉 油和蜂蜜 作为轻香的贡物 奉献在他们面前 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还将你给我新的乙女 烧作繁制献给偶像 难道你淫乱还不够吗? 你竟屠杀我的乙女 将他们焚烧献给偶像 你做一些可真淫乱的事 忘记了你幼年赤身露体 在血泊中挣扎的日子 主耶和华说 你有和了!你有和了! 你不但做了这些恶事 还为自己祝祭坛 在各广场见高高的神庙 你在街头巷尾见高高的神庙 糟蹋自己的美貌 你向每一个过路的人 投怀送抱 重情淫乱 甚至与放重情欲的伦邦 埃及人苟合 激起我的愤怒 看看我要伸手攻击你 削减你的口量 将你交给憎恨你的非利事人 任他们宰割 他们会为你的淫荡行为感到羞耻 你欲海难填 有和亚述人行淫 但仍是不满足 于是又和那些双甲之地的加勒底人行淫 但仍不满足 主耶和华说 你的心败坏至极 简直就好像不知羞耻的枪忌 因为你在街头巷尾足祭坛 在广场见高高的神庙 甚至不收淫知 实在连妓女都不如 你这个荡妇 宁愿和爱人淫乱 也不爱自己的丈夫 妓女接受淫知 你却送礼物给所有的情人 引誘他们从四方前来和你淫乱 你卖淫不同于别的妓女 没有人给你淫知 你赌贴钱给人 你真是与众不同 你一个淫妇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说 你放纵情欲 赤身露体的和纵情人九合 你制败一切可真的偶像 将自己儿女的血 欠给他们 因此 我要将你所爱 和所恨的情人都聚集起来 从四方攻击你 让你赤火火的 显露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看到你的赤身露体 我要惩罚你 好像惩罚淫乱 和杀人的妇女一样 我要将烈怒和义愤 倒在你身上 报应你杀人流血的罪 我要将你交在你的情人手里 他们必拆毁你的祭坛 移平你高高的十秒 抹去你的衣裳 奪走你的珠宝 留下你赤身露体 他们要聚众攻击你 用石头打你 用刀剑砍碎你 烧毁你的房屋 在众父女面前审判你 我要阻止你的淫乱行为 使你不再倒贴钱给情人 这样 我的烈怒才会平息 我的义愤才会消除 我才会平静下来 不再发露 以西结用比喻指出以色列的背道 现在的无用和将来的审判 首先 耶路撒冷和一根葡萄木相比 这根木的两端已被火烧黑 已经无价值了 这根木不会被救出 却被火烧掉 耶路撒冷亦会遭受彻底的毁灭 另一个比喻是上帝指控耶路撒冷的不忠 先自以一个女婴的出生 比喻生成在历史中的开始 这个女婴出生后就遭母亲遗弃 她被上帝修养 用水替她洗淨 穿上衣服 与她纳药 使她归于上帝 上帝赐给她最美好的 可惜 在她成长的高峰期 她竟然接受聂邦的宗教习族和生活方式 成为属灵上的娼妓 这个妇女正是耶路撒冷 以道德败坏建筑的所多玛和撒玛利亚 被称为耶路撒冷的姐妹 这两座城已受到上帝的审判 但她们的败坏仍然不及耶路撒冷的淫荡 故此 耶路撒冷亦必然淪陷 变成荒场 求主赦免 世人勃逆远离圣结的上帝 放纵可羞恥的情欲 不单止对配偶不忠 更甚者进行各式各样扭曲的性行为 参与不法的性交易 性滥交的问题无日无知 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保罗分析男女弃阻对方信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与同性的人放任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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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变得顺全 但如今我们可以藉着一个更美好的盼望 来到上帝面前 此外耶稣做祭司并非无誓言作保 其他人做祭司无誓言作保 上帝只对耶稣说过 主起了誓 绝不反悔 祢永远做祭司 这个誓言使耶稣成了更美之弱的保证人 以前做祭司的人数极多 但因为受死亡的限制 都不能够长久担任圣职 然而基督永远活着 祂的祭司职位也永不更改 所以祂能够拯救那些靠着祂 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直到永远 因为祂永远活着 为他们祈求 我们所需要的 正是这样一位圣洁无瑕 良善纯传 远离罪恶 超越诸天的大祭司 祂无需好像其他大祭司 每日先为自己的罪献制 然后为百姓的罪献制 因为祂只一次献上自己的生命 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工作 根据律法所立的大祭司都有弱点 但律法之后 凭世言所立的大祭司 上帝的儿子永远存存 感谢耶稣基督永远活着 祂的祭司职位永不更改 所以祂能拯救那些靠着祂 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直到永远 为他们祈求 再者 耶稣基督是一位圣洁无瑕 良善顺传 超越诸天的大祭司 祂不需要好像其他大祭司 每日先为自己的罪献制 然后为百姓的罪献制 因为祂只一次献上自己的生命 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工作 根据律法所立的大祭司 都有弱点 但凭世言所立的大祭司 上帝的儿子却永远存存 感谢主 耶稣基督正正是我们每个人 最需要那位圣洁无瑕 永远活着的大祭司 祂保证每个投靠的信徒 无间断 随时随地藉着祂一次过的献制 能够与上帝和好 到达主根前 与主契合 祂保证每个人都会见 在此正好 祂保证每个人都会见 都会有点的 祂保证每个人都会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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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